说你又不听 听你又不明明 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错 你又不认 你又不改 改你又不服 你又不讲 那我怎么 这是一部居有文艺范儿的黑帮片 刘德华张学友 于温乐和陈万熙 四大男神聚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才是江湖 什么才是兄弟 李雪剑老师曾说过 江湖不是大大杀杀 是人情世故 兄弟也不全都是用来出卖的 也又想取而代之子 看到这部影片的人员配置 让我禁不住联想起了 望角卡门 无奸道和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 黑帮基层员工铁壁和义仔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两人形影不离 可以说是过命的矫情 这天晚上 帮派里抽生死签 拿到生死签的人 只有两种命运 成功了就是天堂 以后在帮派里便可以飞黄灯达了 失败了就意味着 直接进入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黑帮老大舅哥打拼多年 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此刻他面临着一个大问题 江湖传言 有人正在掏钱买他的命 舅哥手下有三个大佬 老苗 老曾和老徐 这三位都有反骨 对舅哥阳奉阴违 正计划着怎么把舅哥给干掉 然后取而代之 舅哥有一个过命的好兄弟左手 左手在帮派里可以说是二把手 为人飞扬跋扈心很手辣 做事从来不留后路 而且向来不把老苗 老曾和老徐放在眼里 这三位早就想把左手给除掉 但涉于舅哥的威望 一直不敢有所行动 现如今听说舅哥 很快就要移民国外了 他们老哥仨也开始蠢蠢一动 现在我们说回一仔和铁币 抽取生死签的活动 是在一家夜总会里举行的 帮派里的兄弟 谁能够第一个 找到有苹果纹身的女孩 就算是抽中了生死签 为了能让一仔抽中生死签 铁币开始到处跟女孩们打听 最后发现纹身 是在一个叫悠悠的女孩的身上 而一仔最终也顺利的拿到了生死签 抽到生死天 就意味着一仔要去杀一个人 成功了 今后在帮派里的地位 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失败了命也就没了 而他那个天杀的老大 只给了一仔一把西瓜刀 舅哥的老婆 为舅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老婆孩子热炕头 左手希望舅哥为了孩子 能够及时隐退 带着老婆孩子 到国外过普通人的生活 不过舅哥并不想把自己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人 而且他知道自己一走 老苗老曾和老徐肯定能闹事 他打算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 没了后顾之忧 他才能放手去干 不过当务之急是找出那个 想要刺杀他的幕后回首 这个幽幽虽然是婚宴店的 但却非常的有个性 这二位一来二去居然好上了 一仔回到家 见到了自己的老妈 把大哥给的安家费放在桌子上 一仔的老爸和哥哥也是混社会的 而且全都是收了安家费之后挂掉 现如今一仔又来这一套 他老妈的心都碎了 尤其是看到那把西瓜刀之后 这位大姐就更不淡定了 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顺利完成任务 他让一仔拿着这些钱去买一把枪 一仔和铁币来到枪贩子家 枪贩子不仅没有卖给他们枪 还把一仔给臭骂了一顿 两人灰头土脸的刚从枪贩子家出来 就遇到了坏警察小雪 这哥俩二话不说 就把小雪的配箱给抢走了 这部影片中的旧哥和左手的人物设定 跟望角卡门中的阿花和苍蝇 几乎是如出一辙 甚至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模一样 一个沉稳睿智 一个鲁莽暴躁 而且张学友的表演 也跟望角卡门一样 风头明显盖过了华仔 老苗老曾和老徐 这三个老华头的所作所为 旧哥和左手早就一情二楚 而且这三位里边最不老实的就是老苗 那个派杀手刺杀旧哥的幕后黑手 也极有可能是他 因此左手一不做二不休 派手下的得力干将小林 直接就把老苗也命闷了 这就叫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了 收拾完老苗 小林按照左手的指示 又把老苗的手下给干掉 如果按照左手的风格 老曾和老徐这两个老油条 也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但旧哥的做事风格跟左手完全不同 他的目的是杀鸡镜猴 也正因为他不够狠 因此才埋下了后边 当老曾听说老苗 已经被左手干掉之后 可把老曾吓得不轻 当他正准备逃跑的时候 被早已埋伏在门口的 独二龙逮个争招 这独二龙是旧哥最贴心的属下 旧哥担心左手会把老曾给干掉 因此提前派人把老曾给接走了 老徐正在娱乐场所休闲的时候 也被独二龙给接上了车 这二位心怀鬼胎 没想到旧哥早就把他俩的心思 摸得一清二楚 今天有人在九叔那里出着之墙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影视剧中 爱情这玩意有时候真的能让人失去旅日 就比如这个义仔 爱上了悠悠之后 为了替悠悠还债居然开始疯狂的抢劫 对悠悠这种风尘女子来说 听过了太多的话言巧语 但像义仔这种实干家还是头一会遇到 因此感动的是不要不要 铁臂虽然整天横了八戒 但没什么胆子 每次被人欺负都是义仔提的出头 不过铁臂还是非常讲义气的 义仔抽中生死仙的事 在业内很快就传开了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正在满世界找义仔 为了保护自己的兄弟 铁臂主动现身吸引了对方的注意 挨揍对铁臂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因此他根本就不在乎 影片演到这儿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义仔要杀的人 亮点的话 那就是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方式 换句话来说 于文乐饰演的义仔和陈冠希饰演的铁臂 其实就是多年后的旧哥和左手 这也就解释了旧哥和左手 为什么那么的兄弟情深 不过人都是会变的 俗话说没有永远的兄弟 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年那个胆小怕吃的铁臂 已经变成了野心勃勃的左手 这场吃饭的戏 表面上是兄弟俩在闲聊 其实是旧哥在教左手怎么做人 那个派小混混准备刺杀 旧哥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 正是左手 原因就是左手相当老大 旧哥念及兄弟一场 并没有把这件事说破 而是旁敲侧击 让左手明白了旧哥的良苦用心 如果这个世界 有个人可以对斗我的话 你呢 姓 帮我收一条铃仔 不过这江湖实在是太险恶了 当兄弟俩刚走出饭馆 就被人砍杀在了大雨之中 影片的整个风格 似乎有致敬王家卫的意思 但在情节上多了一些反转 兄弟行神也变得不那么纯粹 在人性的刻画方面 显得更加的残酷和阴暗 但导演为了追求文艺范 在故事的构建方面 略显耽误了一些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江湖实在太险恶 人心阴暗又破测 丛林法则要牢记 以防惹来掏天祸 我去内容 我去内容